古廷社區的長輩 正在為自己手作的陶藝成品來上色 有的做杯子 有的是筆座花台 雖然作品看似簡單 卻是阿公文藥第一次接觸陶藝 所以感覺新鮮有趣 尤其創作過程結合腦力跟肢體的活動 相對就是健康的身心 明白啦 都開始學了 那學會怎麼做 拉胚 從拉胚開始喔 現在學會出色 好玩喔 好一半 做料大概有什麼 做料喔 做料一部都好玩了 好玩 那手裡做的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拉胚啊 對 看水啊 不錯 很好 很好 出味啊 還有成就感 做得不錯 做得這麼漂亮 看啊 擦筆啊 還有放東西啊 鑰匙也可以啊 他就已經開始觸發自己的 這個手的運動 還有眼睛一直在做一種組合的運動 然後再來就是頭腦 他要設計一個作品 怎麼樣安排 讓他變得 覺得自己看都覺得很美 然後這個就是已經整個都帶動到他的一個活力了 再來就是他會有出現一個成就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陶肚是軟軟的 然後你怎麼捏 它就怎麼變形 你要把它做什麼形狀 它都會順著你 然後這個成就感很容易就 不小心就激發出來了 古林社區表示 感謝大福國小提供現有的師資跟設備 讓長輩可以活到老 學到老 成功落實學校社區化 跟樂林學習的成效 來 政府現在在推展這個樂林 讓我們今天古林社區的長輩來 大福國小 也藉由他們大福國小的那個資源 有陶育的那個課程來這裡 讓我們這次的陶土能完成 未來只要長輩有興趣參與 樂林中心將會開辦更多元的課程 讓大家接觸到更多的生活才藝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琳採訪報導